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学科 1.2到1.3我们会听到有一个人 他去来谈论他 talk about learning a language 学习一门语言 说是他自己学习语言的一个经历 然后呢你需要听出来有三个 他有问题的这个skill language skill 有问题的语言技巧 那我们给出的审相呢 从词汇语法 然后听说读写和发音 注意呢这几个 他不是在一开头就全部告诉你的 他是整个镶嵌在整个文本当中的 所以你要听的时候呢 就要知道自己随时给自己提醒 我要至少听出来三个 他有问题的科目 然后呢你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到六题的同意替换 第一题 change words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把一门语言当中的语言 这个文字呢 单词呢换成另一个语言 the ability to do things without making mistakes 不犯任何错误的去做一个事情的能力 something that prevents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阻碍了成功交流的东西 叫做什么 四 a person who has spoken the language from birth 从出生一刻就开始 说这个语言的人 叫做什么 五 the ability to speak without hesitation 不加以思考 不加以犹豫啊 不用有这种 我们通常我们会讲话说 hesitation一般就是 想不清楚该用哪一个词的 这种犹豫的情况 没有这种犹豫的讲话的能力 叫做什么 第六个 work out carry out daily tasks 就是说一个东西 可以是人 或者说呢 也可以是某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它是可以去完成 实现它每 实现它每天的这个任务 work out carry out daily tasks 也就是它的意思相当于work 在这不是工作 而是去运行良好 对吧 work 以及呢 或者说就是 去完成每天的这么一个任务 daily tasks 好 下面我们来一起听录音 recording 6a 我其实喜欢学习的 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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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part of my university course I had to go and live in France for a year that's when I learned that communication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accuracy as soon as I arrived I realised I didn't know how to order the type of coffee I liked and trying to find accommodation was a nightmare I called people about ads in the paper but I had to keep putting the phone down because I couldn't understand a word they were saying they all spoke so quickly there was a very real language barrier I could see then that there's no point in just knowing words if you can't hold a conversation with a native speaker fluency is what helps you to function properly it's what helps you get a job hold a conversation or just buy the things you need 好录音听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有问题的三个东西是分别是什么 I一个是vocabulary对吧 另一个呢speaking 然后是listening 他有说他刚才说这个vocabulary太多了是他首先说的 然后他说他的gramma没什么问题 reading呢他可以看很长的文章 writing可以写很长的文章 reading还可以很快对不对 pronunciation呢也不是什么问题 然后他真正是发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他没有办法去点餐对吧 啊不知道怎么去speaking 不知道怎么去说 然后呢他没有听不懂 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人讲的话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啊 接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呢 不得已总是要怎么样放下电话 啊是他在原文当中是提到了这三个啊 gramma reading writing pronunciation 他也都提到了 但是那些都是他说他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刚开始有问题后来没有问题的 嗯下面呢来做同一替换 第一个从一个语言换到另一个语言叫做什么 translate对吧翻译嘛 嗯没有错误的去讲一个东西 说一个东西应该是accuracy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考试当中 不管是你的口语还是你的写作业 都会要求你的accuracy 对吧一个准确性 something that prevents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那也叫做language barrier 对吧每一个人你在去到国外的时候 在用你不是你母语的这个语言的时候 你都会感觉到language barrier 下一个native speak 比较简单 嗯不加以停顿的去讲话 不加以犹豫的去讲话 叫做fluency 也是我们考试的要求吧 口语有要求你fluency work out work out carry out daily tasks 这个呢稍微有些难对应原文当中的function 明显是一个在这不是名词功能 而是动词去运行去发挥它本该发挥的作用 就叫做function 那么我如果我们说它一个东西function well 那就是指它怎么样work well work well 啊运行的没有问题啊就叫做function 2.1啊我们呢需要把下面的这些词组给它添到一到八这个空当中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词组呢都叫Idiums 喜语喜语就好比是我们中文当中的一些啊 呃比如说嗯夫妻好比同龄鸟啊这种就叫做喜语啊 啊或者说那个嗯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这个也叫喜语 那么英语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比方说这个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thought for 什么意思啊 爱它是指呢 为什么东西我们是要为他讲几句话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是要说一些它的优点的啊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thought for say for somebody 其实就是为某人讲话对吧 你们两个都在吵架但是呢我是要为谁谁谁去讲话的 那么在这也是一样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thought for 就证明这个东西它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 ok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相当于我们中文的说到底啊 说到底说到底这件事情还是要也由谁来决定 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说的所有的做的这些我们都全把它总结到一块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要怎么样子叫做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you can say that again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句话再说一次而不要理解成为你有本事再说一句 不是这个意思哈 you can say that again 意思就是说你简直都这句话说的太对了说出了我的心声我都不用说了你帮我再说一遍吧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词completely或者absolutely对吧 当一个人说说哎呀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太辛苦了我们今天晚上应该出去玩 你说completely就相当于I absolutely I completely agree with you 那也就是you can say that again needless to say就相当于不用说 根本说都不用说 obviously having said that的意思呢就是说 ok刚才我说的这句话 我已经说完他了 那么也就是说再考虑到我刚才说的这句话的情况下 那么后面我们要怎么样 稍微的难以理解 但是放到题目当中一下子就明白了 that is to say相当于in other words 换种说法 have a say指的是有话语权 就说比方有人说说我认为我也是这个家的你的孩子说 我认为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分子 那么这个家究竟我们一些很多的事情呢 我是have a say 也就是说我是 爱我是有话语权的 to say the least 什么意思呢 就指的是我说完的这个东西我刚刚说完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怎么样啊 爱其实是这个最小的一个程度啊 最小的一个程度就是真正的情况可能比我要说的这个东西比我说的这个情况要严重的多叫做to say the least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做题啊 第一题说 Bill和Sam 两个人在打招呼吧 Bill说 Hello Sam What a surprise meeting you here 在这见到你我真的是怎么样啊 太惊喜了 OK那Sam说什么 人家都这么惊喜了 你还能说什么 你不能说我其实也没那么惊喜 对吧 你只能说什么 You can say that again 就是简直了啊 你都说的就是我想说的话 可不是吗 对吧 二 Nuclear power 核的核能 对吧 has its problems 是有它自己的问题 然而 一句话 后面说的是 Many people believe it is the energy source of the future 很多人认为呢 它是未来的一个能源主要的什么 爱能源的来源 那么也就是说 在中间这个however之后是有一个转折吧 是有一个转折啊 那这个转折这个地方我们要填什么呢 爱应该填的是having said that 即使如此啊 即使我们说完了刚才要说的 即使我们说完了刚才的话 那有些人还是认为怎么样啊 它是未来的一个能源的来源 having said that 刚才我说了我们单纯去描述的时候呢 特别难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么在这呢 一的放到体里面 我们就明白了 那我们就明白了 相当于despite that 尽管如此 对吧 第三个 什么switching to solar energy 太阳能 although it is too expensive for many people 虽然呢 它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太贵了 那证明前面是一个什么 后面是让步了 那前面肯定说的是这个 虽然即使这样 但是还是很好 对不对 那但是还是很好 就证明是要支持它 嗯哪一个词 后面直接跟ing 哪一个词组 i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thought for 就是说 对这个switching to solar energy 它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尽管呢很多人 对于很多人来讲 它现在还是太贵了 第四个 life without constant supply of food it can be difficult 那没有这个日常的这种啊 供水的生活呢 是会非常艰难的 这是怎么样呢 to say the least 也就是说呢 不仅仅是生活会变得很难 对吧 to say the least 要记得它是要怎么样啊 往后放 也就是说我前面说完的东西 我刚说完这个东西 其实是怎么样啊 其实是最轻的一个情况了 也就是说 真正的情况可能比我说的 这个要严重的多 第五个 怎么样 there is little we can do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without the full support of industry and the government 没有这个工业和政府的支持 我们想说空谈说 我们要拯救环境 光凭我们自己 少用几个塑料袋 这个是其实是怎么样啊 其实还是杯水车薪 是在这里呢 体现的是一种 就无论怎样 我们都要去求助于industry 和government 还是他们去做一个 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应该对应的是 i when all is set and done 当所有的东西都说完之后 7 there is a clear link between human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人和环境问题之间呢 是有一个非常明显 清晰可见的一个连接的啊 然后面呢 跟一个词组在说 wherever human live 不管人住在哪里 they damage the environment in some way 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去毁掉这个环境 也就是说前面这句话 后面这句话 其实是 其实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后面这句话只不过换了个说法 更加further explain了一下 进一步解释了一下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换的是 I'm sorry that is to say 对吧 第六个啊 误过了刚才 第六个 the tanker spilled 5,000 megiliters of oil in the ocean 这么多的油泄露到 泄露到这个海洋当中了 更说都不用说 this had a devastating effect on marine life in the area 八题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everyone to 怎么样 in how the government is elected 我认为呢 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政府是被怎样的 选出来的这件事情上怎么样啊 有话语权 有话语权 二点二啊 我们呢要来去改错 关于这个tell speak 我们其实都是有说的吧 哎我们都是有说的 所以在这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I can't understand what he is speaking 我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 我们说过speaking后面 是个language speak a language 真正表达说的内容的时候可以用什么 saying 对吧 真正表达他说的内容的时候 用的是saying speak 指的是他跟语言去联用的 对吧 比如说 大家都来说几句话 Tom 你也说几句 那是Tom say something 而不是speak something 这个一定要分心 Today I'm going to tell about my last holiday in America OK 如果你要用tell 你就说tell somebody something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about 那必须是talk about 所以说两种选择啊 talk about 或者tell you about 第四个 I can talk three languages frequently fluently but Italian is my mother tongue 说语言必须用的是speak 对吧 speak 还有把问有问题的圈出来 第五题 I learned English from a textbook textbook so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en it is said 啊我呢是由一个书本当中学到的英语 我所以说当人们在说它的时候 我是不太明白的 证明怎么样啊 就听你和口语不行 但是呢可以看明白 因为从textbook学来的嘛 没有录音机对不对 没有音频 那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特别容易被混掉 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有的人可能觉得learn出问题了吧 应该study 从书本学并应该study吗 ok稍微还是有些不一样 他这里的意思就是 并不是那么特别正经的上课去学的 而是我从书当中去学来的 对吧 很可能是自学的才会 这么的四种技能不平衡 所以说真正出问题呢 是在set这个地方啊 当你说这个语言的时候 你应该说的是speak 换算成被动语态的时候 应该是spoken ok the table says the percentage table在这里是表格吧 I says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moving into urban areas between 1960 and 1990 后面不用看哪里出问题 在表达表格的时候 我们要用的是shows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说tells us tells us也可以 好下面关于语言学啊 我们三点一我们要看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叫做science of success 那么光看这个文章呢 会像很多的雅思阅读文章一样啊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光看题目呢 你是看不出它什么意思的啊 看不出文章topic 那在我们不清楚文章的topic 主题的情况下就直接进入到做题 或者看文章当中呢 效率很容易低下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个技巧 就是说看题目看不懂 那个topic的时候呢 就去看最前面的内容啊 副标题也好 introduction啊 介绍部分也好 或者说都没有的时候第一段 看第一段说 Deaf people are making a profound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不是第一段 introduction 对吧 这个聋人啊 就是听不到的这些人 听力障碍的人呢 他们是给语言的研究 给了一个什么 很长足的贡献 很深远的贡献 profound OK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science of success 的science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science language 手语的意思 对吧 手语的意思 整个的这篇文章是关于 听力障碍的人群 和语言研究之间的关系 那直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进入到做题当中 一起来看啊 那我们现在要面临的呢 是一组true false 正确错误题啊 第一题呢 已经给出了我们一个例子啊 第一题说 and start this language 它呢 是研究语言的 那么在原文当中 它出现在哪里啊 第二段 对吧 哎 然后说它是一个one of the linguists啊 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到说 它是学语言的 研究语言的 对吧 语言学家嘛 肯定是研究语言的 那么第二道题呢 teachers taught the nicaragua deaf children how to use sign language 老师呢 老师呢 是教这个尼加拉瓜的 呃 听力障碍的小孩去使用sign language的 那我们在原文当中找什么 I找Nicaragua 对吧 出现在第一段就有吧 嗯 第一段怎么说呀 Academics 也就是什么 这明显是学术界对吧 have been able to follow the formation 形成啊 可以怎么样啊 去跟着这个形成 也就是说全程的去去观察它 什么的形成啊 new language 一个性的语言 就怎么一回事呢 the catch is that this it is not spoken language 它不是口语说出来的话 对不对 but rather a sign language 一个手语 which arose arose 其实就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其实就是形成的意思 对吧 而生起来了 其实就是就是出现了 对不对出现了 出现了 怎么样出现的呢 spontaneously spontaneously 这个词的理解非常的重要 什么意思啊 自发性的啊 说在deaf children当中自发性的 这句话就可以帮我们去确定第二题 应该是false 因为它是spontaneously 对应的就是这里spontaneous 第三题 the earliest form of sign language for very basic 最早的这个形式呢 是非常基础的 那我们在定位的时候呢 一个方法就去找什么 找earliest 另外一个去找很相当于basic的词 但是我们会发现呢 都不是特别的顺利啊 都不是特别顺利 这道题呢就属于难度比较高 因为它的定位字非常不明显的那种 那我们就怎么样啊 接着往后看吧 哎 关于这个anthinhouse这里 其实我们已经看过了 因为它在哪里 第一题就已经出过了对吧 所以这一段我们先放过往后看 说这个语言啊 它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的晚期出现的 然后呢是在一个给这种聋哑儿童的新学校 最初开始呢 initially 其实如果说我们比较敏感的话 会觉得它和earliest是稍微有一点关系的 都是很初步早期对吧 很一开始的时候呢 相当于at the beginning the children were instructed by teachers who could hear 他们能听到的那些老师来教他们的 no one taught them how to sign 没有人告诉他 告诉他们去怎样去怎么样啊 去打手语 they simply work it out for themselves 自己发现的对吧 by conducting experiments on people who attend the school at various points in its history doctor senhas has shown how an SL 就是这个语言啊 has become more sophisticated over time 所以说越来越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其实相当于complicated在这里啊 这个词说他在形容人的时候是人非常事故很狡猾的很圆滑的 在形容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就这个事情还非常的复杂啊 很复杂 sophisticated 所以他根据呢他们去做实验说不同时间点内加入到这个学生的学生身上来做一个实验会发现呢 这个语言其实自己他是在变化的啊 他是在越来越变得越难的 越复杂的 所以在这里就知道呢 最早的时候他肯定是特别的 basic 对吧 哎 第四题 the older signers were able to sh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他们是可以展示出来左边和右边的一个区别的 那我们在原文当中呢 一个是找order signer 另一个是特别重要的找left right 对吧 这两个词特别不容易去被替换 left right在这里吧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说的啊 early users 早期的使用者其实就相当于order signer 对吧 还比较大眼的这种order signer 啊 他们呢 did not develop a way of distinguishing left from right 他们是没有发现没有创造出的每个方法就是区别左右的 所以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sh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啊 所以说答案应该是false 第五题啊 语言学家呢 相信说聋哑儿童呢 他们是生而俱之一个能力就是把手势和意思来连接起来 那我们在原文当中呢 找什么东西啊 爱找 gesture 找手势或者说找 sign 对吧 都是他的一个同义词 那么这个信息在哪里呢 最后一段 因为前面还在说左右的事情对不对 我们就看最后一点 说 what intrigues the linguist is that 啊 这个引起了语言学家特别极大兴趣一点就是 for sign language to emerge spontaneously 对于一个就是这种自发的而出现的这种这种手语呢 来说呢 deaf children must have some inherent inherent 这个词要注意它什么意思啊 天生的遗传的啊 天生的生而俱之的相当于born with啊 他们有什么天生的一种一种 tendency 那一种这种趋势去怎么样啊 to link gesture to meaning 那相当于这里完全是原词出现的 所以在这里答案就应该是i true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做完了这组 true和false题啊 这个方法完全可以移植到我们真正的雅思考试当中的true false not given的题目当中 2.3啊 我们需要去听一段录音 听这段录音的时候呢 呃 我们需要去填空啊 去填空 好 那根据录音呢 第一题应该是 well you need to be able to put down your tax books from time to time 你必须呢把你的书本时不时的放下来 forgot about 忘记什么东西 学一个语言的时候 你必须要忘记什么你才可以去交流 i 忘记accuracy 或者说是grammar啊 that's the only way to become more 什么 in a language fluent 对吧 如果你总是在注意自己的语法的正确性呢 特别容易就忽略了fluency了啊 就特别容易就变得没那么流利了 you also need to 什么 to speakers of languages as much as you can 还必须和什么 和 就这种母语的人去跟他去交流啊 need to speak to 或者说是talk to speak to 或者说是talk to speak to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去讲话 talk to 就是和他去谈论 在这里speak 和talk 就是可以的say hotel 是不可以的 第二题 I think the best language teachers are those who can 怎么样 another language themselves they also need to be able to 什么 things clearly and in a way that is easy to 怎么样 最好的语言的老师呢 应该首先他们自己要去怎么样啊 可以去爱使用这个语言 那么使用我们当然可以用use 以及我们说的speak speak后面加这个语言 他们呢 还需要怎么样啊 可以把事情给他解释的非常清楚 并且这个解释的方式必须是大家可以听明白的 那么可以用follow understand comprehend 都是理解的意思啊 这三个词都可以是理解的意思 三 my什么language is very difficult to learn 应该是我的第一语言吧 第一语言可以说first language 也可以说native language 特别难学我们中文就是对吧 因为什么呢 because of the pronunciation the individual sounds are very strange to other nationalities and difficult for them to pronounce ok 以上呢就是我们unit 6的课程部分精讲 我们unit 7再见 我们unit 7再见 ONA i outras 一遍 怎么 Meyer mam 给他 都不会 这 能不是 你 待